- 熱血沸騰的大學校技殊死鬥 即將邁入第三天 而在昨天的積分淘在賽州 除了有表現穩定 每兩天都以滿分晉級的台大之外 陽明大學也不妨多讓 同樣以全隊成績晉級 前一陣子在FB的瀏覽上面看到 要補充一點是中間那個霧霧的東西 不是甲烷 應該是H2S 是融化琴 兩兒 今天各校的精英們 即將面對到 殘酷的全新賽制 今天賽制不一樣 你們應該派出你們最強 最有實力的籃 過關者就喪失才能換人 如果你答錯還是留在現場 就是大家都晉級了 你這個大學 從第一個還站在那邊的 全數要淘汰 請你們派出最強的 我們今天的棒子安排是 競爭第一棒 因為他剛在一開始的時候 前兩天打的題目 打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想要先把他放第一個 讓他可以優先保險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我 因為我的實體比較平均 我自然跟社會科 大概是一半一半的程度 所以我就派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我們會派陣靈 因為陣靈的社會科 是有一定的強度 所以我們相信他可以達到一些題目 然後第四個的話是派辱靈 因為辱靈他也是在 自然科比較有優勢 然後最後是派伊達 然後因為伊達他是比較同向 所以我們希望他可以留到最後 可以做最後的結尾 今天的策略可能是 就是先派之前打率率最高 還有最後經驗的振環上去 對 因為他比較有經驗 所以他應該可以趕快下來 然後換我們上去 希望我們這個策略可以 收支他的效果細線 在前兩天的賽事中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出很多 自然科學的題目 所以我們猜第三天的賽事中 一開始可能會先出人文 還有歷史方面的題目 所以由這方面比較擅長的 我先出來 那再來可能還是會回歸到自然科學 所以我們派第二棒 就派吳慧如下去 那再來換同樣擅長 自然科學的張阿瑄下去 那藝術與人文的 還有音樂部分 我們再派衛伊達下去 那這就是我們的棒次 希望我們能夠全速晉級 一二三 加油 第三天我們準備好了一個戰術 就是已經就是 讓我們最聰明的同學 第一個上去 先搶下我們第一期 然後從這個第一期的鼓勵呢 因而繼續讓我們兩位同學 也能夠晉級 所以造成我們三位同學 第三天過關 基本上我們的戰略就是 第一棒應該是先派我出去 就是 打體狀況好像比較好 然後接下來的情況就 看誰 就他們三個輪流上去 然後最後當然是希望 我們全部人都可以 全部晉級 一二三 加油 我們排第一棒是由我來擔任先鋒 那再來是由洪玉凱 再來第三棒是王赫 第四棒是葉鼠峰這樣 那我們相信 足以吸精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是 周沙怡 十萬塊一定是我們的 究竟在這個殘酷的全新賽制考驗下 哪一所學校能夠全身而退 順利晉級呢 十萬元 還有三天 經過兩天精彩的比賽 今天進入第三天 我們留下了24位 恭喜24位過關者 以前的比賽 就是三人為主 八三二十四 三戰兩勝淘汰八位 今天賽制不一樣 各位 每一所大學的名字還是擺在那邊 你們應該派到你們最強最有實力的來 過關者就上次才能換人 如果你答錯還是留在現場 尤其從頭達到尾都是錯的 你們整組可能會被淘汰 就是大家都晉級的 你這個大學 從第一個還站在那邊的 全數要淘汰 所以希望你們從今天開始 就要非常非常非常的認真 看待這一件事情 請你們派出最強的 我們沒有什麼提醒 來 請就位 今天和以往第三天的賽制 有所不同 採取的是搶達生存賽 各校區派出一位最強的隊員 進行搶達 答對方可換人做答 而沒答對或答錯者 則必須留在場上 繼續答題 最終累積答對人數 滿16人後 其餘則全數淘汰 因此各校所派出的放肆 將攸關者最後的成敗 這就是每家學校派出來最強的一個 過關者可以上去換第二位下來回答 總共我們今天不是淘汰多少 我們要找16個過關者 過關要16其他人 通通淘汰 所以八位可能根本就沒有機會下來喔 所以最後跟別州不一樣 是八個留下來講感言 以前是一個講完就走一個 今天會留下 八個下來講感言啊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下列何者屬於寄生關係 一 螞蟻和牙蟲 二 東蟲夏草 台灣大學張靜莊請說 二 東蟲夏草 東蟲夏草為寄生關係對或錯 好 第三第四都沒聽完就感到壓力了 你確認是這個的 嗯 對 因為之前就是高中可管的例 這是高中的生物嗎 還是 對 寄生是指一種生物 生於另一種生物的體內或體表 並從後者攝取養分 以維持生活的現象 而東蟲夏草呢 是一種真菌 再還是幼蟲的時期 會寄生在其體內 等到成熟後 便會脫離宿主 生活在土壤中 張靜忠 你 過關 請 請 那台大還是要派一個人下來啊 對 在張靜忠順利過關後 這時台大決定改拍 社會科建廠的陳振鈴上場 而這個策略 能為他們再搶下一份嗎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出題 白老會音樂劇 真善美 被改編成電影後 票房大賣 也奠定了這部電影 在歌舞片裡的經典地位 許多出自真善美的音樂 至今 也都耳熟能詳 請問 下列拿首音樂 不是出自真善美 一 小白花 二 Doremi Dor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3 孤獨的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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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賢 林育賢 台灣大學 4 因為前三首 我印象中 曾善美都有出現過 喔 曾善美的電影 你根本還沒出生吧 喔沒有 因為那個國中的時候 音樂課老師有播過 喔 對 我記得我看這個電影 還是學校帶我們去看 我是小學六年級 嗯 現在具現在應有25年了 喔 不是 好了 快四十幾年了 四十幾年了 她選擇是 對活錯 唉唷 厲害厲害 真善美這部電影 是眾多歌舞片的經典之一 而劇中的音樂 不僅耳熟能詳 也為整部戲 增色不少 在剛才題目的選項裡頭 小白花 Doremi 以及孤獨的牧羊人 都曾在真善美的電影當中 出現過 唯有《飛越彩虹》 這首音樂 是另外一部歌舞片 綠野仙宗的插曲 而她 當然就沒有出現在真善美了 台灣師範大學又進一位 師範大學又補一位 希望其他的不要從頭站到尾喔 請準備 請出題 請記憶以下畫面相關位置 請問 剛剛在巴黎鐵塔的左邊 剛剛在巴黎鐵塔的左邊 是哪個建築 成功大學 太極馬哈林 太極馬哈林 對或錯 選項都沒出來耶 可以講一下每一個的是什麼嗎 羅馬競技場 羅馬競技場 第二個呢 那個是美國四個總統的那個 是國家公園裡面 對 然後 雪梨歌劇院 然後就是太極馬哈林 巴黎鐵塔 金字塔 那個萬里長城 比薩斜塔 凱旋門 嗯 恭喜陳薇 來 請上 成功大學進了一個 所以代表了台灣大學呢 示範大學 成功大學三位有過關的啦 其他加油了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下列哪種酒的特性 是利用水果為原料所製成的 一 龍舌蘭 一 一目沒聽完就一了 是 是 對話錯 沒有選項啊 青華大學 白蘭蒂 你覺得白蘭蒂是用什麼水果做出的 我不知道用什麼水果做 不過我有學過這個知識 應該是白蘭蒂 萬一裡面選項沒有白蘭蒂呢 那沒辦法 就是水果酒 急到這樣子啦 因為青華都還沒進擊 所以直接來啦 白蘭蒂 白蘭蒂 對話錯 來 江娘安等一下 你要講解一下 你家賣酒的嗎 不是 就 我 反正我有答過這個問題就對了 就是 你學校辦比賽啊 不是 就玩遊戲中 他有問答的問題 他有問到這一題 那我有清楚記憶一下 龍舌蘭是那個 它是仙人掌 對 仙人掌 墨西哥的酒 它不算水果對不對 因為它是整個植物 威士忌是屬於 賣 Vodka Vodka是 Vodka不是水果啊 沒有 好像Vodka也是一種賣類的 但是Ry還是什麼 我不太記得 這家應該是馬鈴薯 對 馬鈴薯 Vodka是馬鈴薯 台灣也很多水果釀造的 什麼草莓的啦 對不對 我是覺得它這個東西 好像最廣泛的出現在一些題目裡面 所以我就特別把它留意記下來 是 所以它這麼有自信 根本沒聽完就來按 清華大學恭喜過了一位 各位觀眾 已經有四位晉級囉 今天我們要十六位晉級喔 才四位晉級喔 四四一十六過了四分之一了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為近日出土的上官婉兒的墓跡 上官婉兒生於唐代 是個聰慧靈敏的女孩 有經國宰相之名 且歷經好幾個皇帝屹立不倒 請問 請問 上官婉兒和哪個皇帝沒有同時期 一 武則天 二 唐高宗 三 唐中宗 四 台灣大學陳正麟 四 四 前面三個都是你好緊張喔 緊張喔 四 對或錯 四是唐德宗 所以他有跟武則天 唐高宗 唐中宗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唐高宗 唐中宗 武則天是連在一串的 所以 如果這樣推斷的話 那四十次很有可能 那唐德宗的話 是安史之亂之後的 的那個 就是唐玄宗逃到四川去 那他的太子 欸 他的太子好像是 不知道是宿宗還是德宗 那這是屬於比較中後段的皇帝 嗯嗯嗯嗯 所以你覺得武則天堂高宗 就有點像乾隆康熙跟那個 雍正這樣子 一串這樣子 要連在一起才有可能服務三朝嘛 對 要不然跳一個 那不是變妖怪了 所以他意思是這樣 所以他知道是唐德宗 恭喜你 台灣大學再進一集 擅長社會科的陳振林 果然沒有辜負場邊隊友們的期望 順利的拿下這集歷史題 而如此一來 台大已有兩人闖進明天的賽事 台灣大學要補上一位 請準備 請出題 孕婦 要避免照X光 或不用化學藥品 請問 請問 是因為怕發生下列何種情形 哎唷 陽明大學 哇 終於來了 終於來了 就那個 胎兒可能產生突變 所以你 就會產生畸形兒是不是 對 畸形兒 你的意思是說 會產生畸形兒 對或錯 錯 把它拼完 一 改變子女性別 二 孕婦身體發生畸形 成功大學 四 三 三 三是什麼 不能這樣講 你三四沒有出來 如果三個都出來 可以選擇四 但是三四包很意義很大 你不能這樣猜 好 那就二 二 就是 女生會 媽媽身體會變形 媽媽身體會變形 應該是 胎兒可能就是太緊張然後聽錯 二 對或錯 好 把選項拼完 三 胚胎的基因突變 四 胎兒早熟 正確解答是 三 胚胎的基因突變 對 那跟畸形兒是 範圍太廣了 胚胎的基因突變 為了避免大家亂按 如果這樣按的話 大家都來著樂透來們猜了 我為什麼說你沒有聽完三 不能選三四 因為三四 你就變成用猜 每個都用猜 每一題大家按下去先猜就好了 看來全新的搶答賽制 果真給場上的同學們 帶來不少壓力 而在剛才的醫學體當中 由於陽明大學 徐正環的答案 是會產生畸形兒 而他所涵蓋的範圍太廣 因此為了公平起見 不能算他打對 然而 比賽進行到目前為止 有四所學校 台大 台師大 清華 以及城大 共五人順利晉級 這也使得戰機落後的陽明 和仲山一 倍感壓力 至於場上的同學 更是備受煎熬 落後的兩所學校 能及其直追 迎頭趕上嗎 請準備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台灣大學楊子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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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對火車 對火車 錯誤的 都 路上體積最大的動物是大象 沒有比牠大的 因為恐龍已經不在了 對 海裡面體積最大的動物是鯨魚 鯨魚 沒有比牠大的 路上最快的動物是獵豹 沒錯 第四海裡速度最快的動物是鯨魚 那應該是鯨魚 是鯨魚 是最快的是鯨魚 就是尖尖的 那個最快喔 對 非常非常快 所以釣鯨魚不簡單對不對 很不簡單 而且牠很強 所以鯨魚是最快的 好 恭喜你 楊子翰請上 台大進三張票 台大進了三張票 各位要加油了 如果台大都通過的話 就會留下各位繼續比 在哪一組先過就過了 我們是累積過關者 現在有六位過關 還有十位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音樂 請問 剛剛所聽到的激昂演奏 是哪個國家的火歌 1 美國 2 德國 3 日本 4 英國 陽明大學 4 英國 英國對或錯 對 中山醫學大學 來 機會最後一次 德國 德國 有沒有什麼哽咽 卡坦 你是知道答案是德國還是你在猜 有印象 因為好像不是美國先刪掉 然後就選德國 聽起來很像是希特勒的事情 對 對 其實還蠻龐大的 對 一聽我們馬上想要手就要舉起來 應該是德國沒錯的 對或錯 英國火哥是 德國火哥我知道 英國的 跟 개인情深處 wing 所以有機會聽到這首歌 這幾個歌 都是在奧運的時候 對 得第一名的時候 剛剛是徐震�緩對不對 對 也蠻像其實 對 調子蠻像 可是我第一聽我就說 欸 一定是希特人 感覺是希特人 你再聽一次德國 日本呢 比較柔欸 好柔喔 很柔 不是 美國歌還蠻 美國現在已經快被一首歌取代了 God bless America 這個比較像國歌 對 所有打球到第幾局都要出來唱了 好 洪靜庭請進局 有 中英山一起來終於進了一張票了 現在唯一從頭站到尾的就是 陽明大學加油 目前場上唯一還沒進級的學校 就只剩下陽明大學 徐振環一連下來六題 始終都無法無破卡關的命運 此刻肯定心急如粉 究竟接下來的這題 他能足夠重圍順利打對嗎 醫生替人做產前檢查 常用超聲波 工程師檢測橋樑安全 也用超聲波 請問 這類的超聲波 人們無法聽到的原因 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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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頻率太高 你的答案是 頻率太高 對獲勝 恭喜 厲害了 等一下 是滿緊張的 頻率跟賀茲有沒有關係 對 他就賀茲 以賀茲為單位 對 頻率太高 這一個字都沒錯喔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個問題 如果第二個選項叫賀茲太高呢 算不算對 因為賀茲它是那個衡量頻率的單位 所以 其實我們在描述的時候通常都是頻率 對 因為人的那個聽覺範圍大概在20赫茲到2萬赫茲 然後2萬赫茲上面是超聲波 然後2萬赫茲 就20赫茲以下是低聲波 所以人都聽不到 嗯 哇 厲害 對 感到解釋才知道他到底有多有內容 不是猜啊 我想啊 你看 雖然才第一位晉級 可是回答觀眾印象深刻 恭喜陽明大學請上 再放別人啦 不然他們壓力就大啦 從第一棒站到最後一棒等於掃掉全隊了 那個真是回去怎麼辦 怎麼見人真是 第二棒陽明大學已經自動跳下來 這一位也滿強的 已經有8位晉級 恭喜每個學校都有人晉級啦 現在台大有三位其他各一位啦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歷史古蹟 台南 是一個充滿歷史古蹟的地方 請問 以上古蹟 哪一個不位於台南 中山醫學大學 第二個 第二個 淡水塵 淡水 紅毛塵 第二個是紅毛塵 對 好 他說2 對 或錯 台灣大學 大學 1 不能講喔 你們一票再摔 摔什麼意思啊 一票再摔啊 記得 記得同學不要講喔 來 讓他們自己打喔 他們選1 1 1不在台南 請問在哪裡啊 1還不在台南 1 我們要看看1 看看1 全台首學還不在台南在哪裡 然後第二 還好妳不念成大 成功大學的在不在 喔 有 這個是哪裡 剛剛那個第二張是什麼 安平古堡 不是 剛剛全台首學那個 是孔廟 孔廟 那這張呢 這第二張 第二張 安平古堡 安平古堡 也在台南對不對 剛剛這張呢 這張沒有看過 沒有人知道 有五同學 是林家花園嗎 林家花園 那剛剛妳在幹嘛睡覺 按不動 林家花園啊 林家花園在哪裡 在板橋 板橋 沒去過喔 沒有去過 我也沒去過 所以要選擇1不是 對或錯 統統講解完畢了 繼續PK 請準備 請出題 英國學者道金斯 也是全球知名的科學作家 他提出的觀點 常常引起科學界關注 其著作 盲眼鐘表將 也被廣泛用來解說某種理論 請問 盲眼鐘表將 是用來解說 下列何種理論 1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2 達爾文的進化論 清華大學 三四都沒出來的要進 我覺得剛好按太快了 但是 我覺得有可能是2 達爾文 2 對或錯 我今天很緊張 然後心情有點亢奮 所以 有點講不出話 道金斯 為英國演化生物學家 是著名的達爾文演化論 擁護者之一 鐘表將 本來是創世主的隱喻 不過道金斯 將他轉譽演化機制 加上盲眼這個形容詞 強調出 基因的隨機變異 以及演化為自然發生 並非可創造的 對 跟牛頓的萬有引力 沒關係 所以他的意思是 譬如說我現在變忙了 然後我的耳朵 就會越越變越越敏感嗎 或者是觸感 觸感就會比較敏感 一定是 就是說你失去某一樣東西 某一樣一定會變強 OK 會補助 補助你看不到的 所以你看很多座輪椅 手背很強 對 他本來不應該是這樣 手背變很強 因為他就只有這樣訓練上面 對 或者是就是文訣 就突然變好 對 誰走過去你就知道是誰 對 或是聽著聲音 誰回來了 對 這就是進化論 跟牛頓萬有引力 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 如果要爭的話 是潛意識理論跟進化論 兩組有可能在選 但是是達爾文進化論 來 請上 清華大學又進一張門票了 清華大學也要補一位 已經有九位了 搶最後七張票 請準備 請出題 頂級的高粱酒 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二鍋頭 請問 二鍋頭的命名由來為何 一 日語高粱酒的意思 二 發明人的外號 好快 示範大學 二 發明人的外號 發明者的外號 對或錯 請聽完 三 採第二次僵六過城的酒 哎唷 中山義學大學 三 三 你金門人嗎 不是 可是我爸爸以前很喜歡喝金門的高粱酒 喝金門高粱酒 對 你有跟他聊天嗎 好像有看過他的高粱酒上面 有寫過二鍋頭這個字 所以你有看過 你會把你爸爸酒拿起來看 因為他之前過世了 所以就有典當一些 所以有看到 賣掉 典當一些 賣掉 賣掉 喔 他說他父親過世之後 他把他的金門高粱 還沒喝得拿去賣就對了 欸 因為成年的高粱很值錢的 嗯 對或錯 對 採過第二次蒸流過城的酒 好 那你在這邊要不要感謝您父親一下 嗯 感謝在天之營 其實原本也不想賣啊 就是一個回憶 對啊應該留著一點點回憶對不對 就是有時候來上節目請大家喝一點 恭喜黃玉凱請上 十位 那中山醫學大學請再派一位吧 目前台大三票 清華兩票 中山醫學兩票 其他各一票 請準備 請出題 生活中 有許多狀態 與對流有關 請問 下列四種現象 何者 與對流無關 一 救護車 自身邊呼嘯而過 低音高低改變 台灣大學 一 對付錯 對 那個是都不樂吧 都不樂 對 這個很快 台大越來越強 台大都過關喔 對啊 四張還有一個 這個我們節目常常講 我所有效應只記得這個效應 都不樂 警車也是嗎 對 任何的聲音從遠的到近的到過去 都會有一個變化 消防車 都會 我用叫的也會 譬如說如果我在唱歌唱同一個音 然後從遠的 然後進過你 然後再進過 是嗎 那個音會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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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變嗎 哈哈哈哈 要再跑快一點才會有這個 哇 哪能跑快一點啊 有變沒有變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要真的要很遠啊 要很遠然後要 真的是要快 是不是 速度是不是要快 應該是 因為音源都是喇叭 所以你 你不管怎麼跑都還是從那邊放 所以你 所以你在整我嘛對不對 所以你在整我嘛對不對 對 再試一次沒有用麥克風的 你要整我對不對 杜浦的效應是因為你在發生的物體移動 然後使得你傳出去的波長 讓聽者 就是到聽者之間會有波長長短的改變 所以你聽到頻率也會有不一樣 那瓜哥如果你真的跑得夠快 然後沒有拿麥克風 真的會有就是聲音高低的變化 真的會有嗎對不對 對 對 一定會有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各位等我一下 我先跑到樓下 身邊能買個咖啡再上來 恭喜台大來 請上 台大今天的氣勢 真是銳不可擋 場上的五人至今 已有四位順利晉級 只要接下來這位再順利過關 他們就能以全數晉級的絕對優勢 闖入明天的半準決賽 但他們能否辦到呢 請出題 BBC路透社綜合報導 位於中東的死海 正面臨著缺水危機 水位一天比一天還低 即將枯竭 經過討論 中東三國 以色列 約旦 巴勒斯坦 日前簽訂合約 決定搶救死海 三 請問 中東三國 決定用什麼方法 搶救死海 一 關閉觀光五年 二 美洲開貨車 運輸大量鹹水 三 迎娶地下水源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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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應該會自然就會有地下的水源 可是地下水源應該不是鹹水嗎 這應該是還是淡水嗎 你說地下水 地下水是淡水 可是它是鹹水對不對 對它需要是鹹水 所以地下水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你想的是從紅海 因為紅海可能也是鹹水的 接下來到死海才能救得了死海 他們要搶救死海人 我覺得是因為 就是一個 就是當地假設有一個水源存在的話 會維持當地的氣候 所以如果當今天死海不見的話 當地的氣候就會變非常 會改變 所以不是在於它鹹不鹹的問題 因為海水它會 就是只要有水分 它就會調控氣候 所以它就會改變當地的氣候 所以當如果現在沒有死海的話 當地的環境會變得非常劇烈 會很熱或很冷 喔 對對對 你看現在環境都已經改了一塌糊塗 有啊有啊 你看今年的冬天 比往年凍的你看 尼加拉花瀑布會結冰 結冰了對 對啊 很高張 巴西的熱浪熱死人啊 50度啦 所以你看 再不愛惜地球 整個完蛋 陽明大學又進一張票了 喔 厲害厲害 陽明大學請下一位 各位12位囉 還有4位請準備 請出題 大字仁舟 常常會有許多奧秘的事情 例如 我們可以依據青苔的生長位置 來判斷方向等等 請問 人們可以依據下列何種現象 來計算當時的溫度 1. 蜻蜓飛行方向 2. 蚊子聚集處 3. 螞蟻量多寡 4. 蜻蟀叫聲 戰績電體的成大 自從第一位進擊之後 一連十題都沒能打對 究竟它能否在這題開虎呢 呃 蚊子聚集處對或錯 台灣大學 我認為應該是4 4 4 蟋蟀叫聲 對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 可是你眼神一直求助於你們其他的 不是 看著他 他們不一定知道 蟋蟀叫聲 對或錯 恭喜 哇 台大很厲害 全過關 全數過關 五位都過了 台大最後一棒 陳毅達 同樣延續著 先前隊友們的旺盛氣勢 順利晉級 而這也代表著 明天 他們將以最完整的戰力 迎接各校的挑戰 而就剛才物理題的解答 在羅伯特沃克 蟋蟀先生 今天《氣溫幾度》 一書中寫道 人們可以根據蟋蟀叫聲 來計算當時的溫度 在比較溫暖時 鳴叫得比較快 但必須注意的是 蟋蟀公告的 是他當時所在位置的溫度 我們空出一個位置了 台灣大學已經都沒有比賽了 先揚名台灣 示範大學 清華大學 清風大學 中山醫學院 請準備 請出題 他是大清帝國的格格 也是末代皇帝 普遺的唐妹 但是他接受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 在歷史上 他被認為是一名間諜 請問 剛剛描述的間諜是誰 一 秋季 二 李香蘭 三 鄭平如 清華大學朱思涵 是 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 可是應該不是前面三個吧 不是前面三個 對後錯 川島方子 因為前一陣子我來看他的 他本來是一個清王的女 把他送到日本去訓練 那這個清王呢 很想再恢復清朝的制度 想要復辟的意思 但是後來川島方子回來之後 就從事間諜的工作 秋景是革命烈士 那鄭平如是何許的 大家知道嗎 鄭平如 是張愛玲色界中 女主角 王家芝的參考人物 她是中日混血兒 上海知名社交人士 曾經暗殺汪精衛 政權的官僚 失敗後被捕殺 恭喜你 來 請上 現在十四位了 還有兩位 繼續PK 請準備 請出題 小小離家老大回 相依無改並毛催 兒童相見不相識 校問客從何處來 此詩 為賀之章的回鄉了五叔 請問 此詩詞中的老大 意思是 一 黑社會角頭 楊明大學宋真 應該是說他老的時候 就是他比他年長的時候 就是他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對 所以答案什麼 就是年紀大的時候 年紀大的時候 對或錯 好 一是黑社會的角頭 二是作者 對 二是作者 是家中的老大 三 年紀很大了 四 作者位居高官 應該是年紀很大回來了 OK 宋真請上 楊明大學多一張票 十五個了 最後 你們四個 你們四個誰過關 其他都要淘汰了 所以現在有 師大有可能會面臨 現在在上面的還沒有下來的新舉手 對 對 你的命都背負在你同學手上 好 加油 那這樣四大 那一位過關就是剛剛答對那一位了 如果成大過關那一位是答對的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好 請準備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出題 小花和男友看恐怖片 因劇情 使小花心生恐懼 而瞳孔放大 請問 使小花瞳孔放大的現象 是由何種神經控制 台灣示範大學 腎上限速 腎上限速對活錯 楊明大學 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對活錯 恭喜 好 細上龍請上 十六位了 小心小心小心 太興奮了 好台灣示範大學 有三個 今天要走三個 我很對不起大家 因為我卡在上面 所以害他們沒有辦法下來 也不能這麼說 本來棒 棒次就有先後順序 對不對 不要太自責 來參賽本來就是這樣 要有團隊的精神 這次的比賽真的很緊張 而且我們在台上看了就是 覺得很緊張又很刺激 可是我相信我的隊友 都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所以呢我們很引以他為傲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留在台 留在明天的那一位 可以就是 更加 就是 把我們的分一起 就是加油下去 我覺得我隊員們的表現都很好了 但是我發現 其他學校的人也不錯 所以其實他們被淘汰 並不代表他們的實力不夠 而是 可能就是還有需要再加強的地方 那就是我希望 能夠在未來兩天的比賽中 能夠把他們的分一起 贏回來 謝謝 只剩下你一個 著急的努力一下 未必不會拿走十萬塊 只要留有一些希望 都有成功的可能 這次來金頭腦的經驗很特別 然後也很有趣 就是 能夠離開學校 就是嘗試 在學校裡面 嘗試不到的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 體會這樣 然後我相信 就是剩下的隊友 會就是帶著我們的分一起 就是一直前進到最後 你們不要擔心 我一定會把你們的分 全部贏回來 成功剩下一個小巨人 加油了喔 師範大學也剩下一位召集人 首先我要先向我的隊友 還有我的整個團隊 說一聲不好意思 就是我的強打速度太慢了 因為其實剛剛最後一題是 最近我才剛讀過 對 這一次我是知道的 那 我 那我要先感謝金頭腦 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環境 讓我們能 在這個知識的殿堂裡面 就是互相切磋 然後互相成長 不怕失敗 然後最後 我要感謝召集人靜庭 他讓我有這個機會 能來參加這個節目 我們一定不會讓你們的犧牲 白白浪費的 然後 這個 這裡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 每個人只要能敢站上這個舞台 我們就要肯定他 因為我們就是 有勇氣的那個人 我們在 整個社會 就已經 贏別人一步了 有這個勇氣 那我想就大家也要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然後明 明天還有兩 接下來還有兩站 我們要加油 中山儀加油 其實大家真的講的沒有錯 你光站在這邊就是要挑戰自己 所以光自己又要付出自己的責任 然後你還要再扛 那個整個學校還有你的同學 所以其實你們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勇敢 不要太有壓力喔 隊員也不會指責你 團隊就是這樣 成功 失敗都要靠大家 謝謝八位 謝謝 歡迎送一下 謝謝 留下台大有五位 陽明有四位 清華大學有三位 中山醫學大學有兩位 成大師大各一位 金頭老 明天見 在今天的搶達分層賽中 我們不僅看到了同學們 為了爭取能力 努力不懈的奮戰精神 更難能統合的是 他們共享的工 也勇於接受失敗 相信這 才是他們此行最大的收穫 很高興經過三天 我們還是保持了五人的完整戰力 那接下來第四天是 一對一 作對廝殺 那我們將運用策略 然後將強敵一一擊破 然後向十萬塊埋進 台大 加油 今天就是令人興奮的一天 因為我們陽明大學 全數聚集 希望明天的賽事 就是也可以 跟今天一樣的順利 我們都有點太緊張 安太快 不過 我們還是用了一些基本學能 然後推論出正確的答案 然後讓我們三個位置都保住了 然後我們之後 我們還是會帶著另外兩位被淘汰的隊友 的祝福 還有他們的精神 繼續往下供 請大 加油 我們雖然只剩下兩個人 我們接下來一定要守護他們兩個的力量 然後帶領著他們兩個的毅力跟勇氣 我們一定會奪得最後的勝利 對 幫我一層 拿到最後的十萬塊 雖然我的隊友都已經被淘汰了 但是 他們把所有的力量都加注在我身上 所以我現在有滿滿的力量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兩天的賽事上 我應該能先闖過第一天再進入第二天 所以 你們不要擔心我 我會加油的 加油 加油 走到了這一關 就剩我一個人在台上 我一定不會辜負其他人的希望 然後把他們分一起引回來 讓他們滿載而歸 加油 加油 想打擊無敵的王者 只能出此下策 跟台大說抱歉 我選了26號 也是一個策略 最後台大也非得自己要挑戰台大 勢必要走掉一個 他們不輸給你們 輸給自己的同學 你們來自己也認識 呃 不認識 不認識 請鎖定明天晚間10點 考試自己頭腦 好嗎